来第二大题 他问说How old are you 实际状况回答 数字用英文 你们现在几岁 几乎都13吧 真的假的 你几年次的 对你说有道理 好来 所以我们用正常人的回答来 第一题 How old are you 怎么回答 说13岁吧 你看起来像31岁 来13岁叫I'm 13 来你20岁可以省略不写 你可以直接写I'm 13就好了 OK好 第二题 Is your husband a doctor to 用yes来想答 怎么讲 yes huh your husband的代名才用哪个字 he he yes he is a doctor 也是 你把to给写上去 可以吗 一人念一句好了 不然你们都不回答 第三题 重组 你先吧 你先吧 没关系 从头来 你先 Cathie's 很好 他说我们现在一起去Cathie的生日party吧 Let's go to Cathie's Birthday party party 第四题 陈龙叶换你 Where are your cats Cathie's 复数 复数哦 复数 很好 注意一下 他因为Cathie有加S 所以你要写 They are under 那因为我有讲说餐桌 就请你写 Dining Table They are under the dining table 扣一分吧 第五题 请周围 化学部分造型问句 对 Lay your workbooks 他们是你的 喜座吗 第六题 中号 Where is your brother Tony 好 他在屋子的后面 请你就写 He He is He is behind the house 第七题 Where 第七题 重组句子 再一遍 His name Henry 很好 他说他的名字是 成亨利先生 His name is 成亨利 Mr Henry Chen 第八题 第八题 又轮到你了 重组 Please find seat 他说请找一个位置 然后坐下来叫做 Please find a seat and and sit down 第九题 哦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是第三大题 你们先把这八题定正一下吧 脑袋把它擦掉了 句子一句 第二大题一句两分 错一个地方扣一分 这不难吧 第一册复习 这张考卷考的都是第一册的东西 林哲伟 为什么你面有难色 你为什么面有难色 你很惨 对不对 老浪童 你很八卦 好了吗 好 第三大题 第一题 他们很快乐 陈浓妍 they are very happy 用so也可以 可是有没有 they are so very happy 没有 懂吗 so就等于very 所以你不可以两个字都写 要嘛你写very 要嘛你写so 两个字都叫非常 第二题 摩托车附近有两只狗吗 有 嗯 比赛叫在旁边 我现在是附近 附近是N开头的一个字 忘了是不是 没关系 叫near把它记下来 可是你整句句型都对啦 有没有两只狗 你知道用allare开头 所以是are there to dogs 在摩托车附近叫near the motorcycle 你的motorcycle你写scooter也可以 好不好 如果你写scooter也没错 注意一下两只狗 所以你的dog这里要加s 第三题 今天下午5点20分 有一场演唱会 第三题叫 there is a concert at 5点20分 at 5 20 那你下午时间 你直接写pm 也可以 或者是你写at 5 20 然后呢下午 in the afternoon 不用 写了没错 没关系 好啦你today有写没写都可以 好不好 可以吗 第四题 我妈妈的名字是penny 她是个英文老师 嗯 好你有错一个地方哦 我妈妈的名字叫mymom's name ispenny 前半句对 她是一位英文老师叫she is a English teacher 你看你才要看哦 这是你念的 错一个地方 哪里 对 这边要小心哦 因为母婴开头 所以是she is an English teacher 这里要小心 知道吗 这是个小陷阱 第五题 Peter和Oliver的爸爸都是老师 来 在讲这题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 厘清一下 Peter跟Oliver爸爸是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 好 怎么讲 R怎样 other teacher other teachers 你说 是个小陷阱 Peters And Oliver's oliver's Fathers要加S Fathers are the teachers 对不对 错一个地方 是老师 对不需要了 Peters and Olivers 这叫个别拥有 所以两个都要一撇S 那因为他们是不同的父亲 所以父亲是负数嘛 对不对 所以老师也要是负数 可以吗 瑞恩你是没戴眼镜 你是没戴眼镜 你要不要往前坐 不然你根本就看不到 要不要 第六题 我在星期五有一个考试 我有一个考试 那怎么拼 踢开头啊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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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一遍 对不对 I have a test 在星期五 on the Friday 在星期五 在星期五要不要扭 不用哦 on Friday就好 可以吗 谁有谁有 什么人有 就用I have or I have 第七题 June说 Max Wu是谁呀 Ella说 他是来自日本的歌手 第七题 June他说 Who is Max Wu Ella他说 He is from 什么 From the Japan He is from the Japan 然后呢 Japan's singer 你这叫台式英文 日本的歌手 你应该要先写说 他是个歌手 叫做He is a singer 来自日本 叫From Japan 你这样子说 He is from the Japan singer 叫做来自日本的歌手 你完全就是用台式英文在翻 你完全就是用台式英文在翻 知道吗 这样不对哦 你应该要先写说 他是一个歌手 对 他是一个歌手 你就直接说 He is a singer 最后才说 来自哪里 介细词百句 然后来自日本 来自你知道叫From吗 然后日本叫Japan 可以吗 这里要小心哦 你不要那么抬好不好 不要那么抬好不好 对啊 好 这七题给你们订阵 你们过年有出去吗 都没有 你知道 那你们过年都在干嘛 妈妈的娘家在哪里 在土城 陈农业你有回外情绪吗 你忘记了 还是你都一直在台北 你忘了还是你的UFO坏掉了 毛组统统你有出去玩吗 跟哪里 妈妈娘家在哪 也在台北 你咧 你也都没有出去玩 你妈妈娘家也在台北吗 是哦 你咧 你有出去玩吗 也没有 都没有离开台北哦 有离开台北 你去哪 有去宜兰 有去宜兰 怎样很好笑 陈农业你现在整个很像流浪汉 你知道吗 你不觉得吗 你看他头发很长 然后这样乱乱的 然后还好你格子衬衫都有扣对位 没有说扣子一个扣上面一个扣下面 陈农业你这个过年过得很凄惨 就回台北了 怎么这么乌龙啊 所以要去浇溪泡温泉 所以过年的时候台北都要下雨吗 下几天而已是不是 你好悲惨哦 那有比较特别吗 比台北还难吃 好吧挺悲惨的经验 哈你们过年都这么无聊哦 隧道自然醒 然后鞋来打电动 然后打电动完继续睡 打完继续睡 反正就是一个糜烂的生活 就是当阿宅就对了 彻底的阿宅 带出去拜拜就让你们去走村啊 也还不错啊 是哦 你觉得你爸妈会看到你电动 什么时候玩的真开心吗 来 集合照 第八题 阿妹正在舞台上挥手 而且唱唱歌 来注意一下把正在圈起来 看到正在什么时代 现在进行试 来吧 第八题答案 很好 你看我人好不好 还把舞台给你们了 对不对 把那个单字给你们 阿妹是 阿妹是 webbing her hands and 唱歌 叫singing 在舞台上 on the stage 可以吗 他在舞台上挥手 然后唱歌 第九题 今晚是圣诞夜 我们正在吃火鸡 用it开头 it 也可以用tonight开头 可以 it is christmas eve 然后今晚 你就写tonight 然后下一句 我们正在吃火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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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we are 吃 你可以写两个字 好 那因为是进行试 所以呢 要加ng 你要嘛写eating 要嘛写另外一个 h开头的什么字 叫吃 having 可以 tonight is christmas eve 也可以 你把tonight往前 搬到巨手 也可以 然后我们正在吃火鸡 we are eating a turkey 你说le turkey 也可以 ok吗 其实如果火鸡肉啊 火鸡肉 然后你的耳或勒不血 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的耳或勒不血 也没有关系 因为火鸡肉本来就不可数 你说都没写吗 你说we are eating turkey就好了吗 没问题 可以这样写 你的耳或勒 没有血 没有关系 因为它是火鸡肉 所以本来就不可数了 我没有跟你们讲过 如果是活着的 譬如说 现在是火鸡 一只一只活着 你们有看过火鸡吗 很大只而且长得很丑陋 它很丑耶 它的那个嘴巴下面那边有垂着红色的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它那个是什么 好恐怖喔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们小时候 小时候我常会跟家里的人出去爬山 然后爬山的地方 你必须会越过人家 譬如说人家养殖 譬如说 鸡呀呀的地方 结果那一次更觉 我们越过 我们穿过的那个山路 是越过人家养火鸡的地方 那你不要看火鸡长那样 好像没事 一直在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叫 它很凶 如果你去侵犯到它地盘 或者是甚至你吓到它之后 它会啄你 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而且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很怕那种 就是有鸟嘴 有慧的那种动物 像鸡也是 我也觉得很恐怖 然后火鸡又还蛮高的啊 它脖子是不是很长很大只 然后又长得很丑陋 然后你又很怕它啄你 你知道要越过那个地方 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事情 没有没有 就是我们家人 大概有可能快十个人这样 然后一个一个越过去 那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谁像你那样 真的很恐怖 我连碰都不敢碰它咧 没有没有没有 大家都说穿过去就好了 可是真的也还好 穿过去就好 可是真的很恐怖 那是一个很大的心理障碍 没有 倒是真的没有被阻到 可是那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心理障碍 没有 你吓它它就会阻你 就会反击啦 我不敢 好好停止这话题算了 来 重点是我要跟你们讲的是 现在如果你看的是 一只一只活着的火鸡 你可以数 可以数 就像如果你看到 一只一只活着的鸡啊 或鸭 可数 也就是它们后面都可以加S 可是如果现在变成是 鸡肉端上桌 你不可能是一只活着鸡 咕咕咕咕咕 一直端上桌吧 所以如果说现在是鸡肉端上桌 鸡肉不可数 懂吗 然后任何的肉都是这样 任何的肉类都是这样哦 还有什么肉 鱼肉 鸭肉 鹅肉 鸡肉 牛肉 猪肉 都是这样 对 都是这样 知道吗 肉类不可数 你知道 我这次过年啊 我去乡下 我去一个朋友他们家乡下去 去玩 然后住在他们家几天 结果呢 那时候我看到一个非常恐怖的场景 我那个朋友他们家隔壁 住着那个很像是 我不确定 不是笑诶 我不确定 它是不是原住民 因为呢 他们会去 他们会去田里面抓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抓田鼠 田鼠多大只 都这么大只 很大只 而且很肥 田鼠可以吃 所以呢 那时候 你知道 他们家隔壁那时候呢 因为他们在料理那个田鼠的时候 他们是拿 他们的那个 他们家庭的那个厨房 有点半户歪 所以你只要走过他们家 齐龙 你都看得到他在料理那个田鼠 他把那个 他把那个田鼠啊 头剁下来 然后一只一只摆在那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样子 然后他们在料理田鼠 然后甚至还问说 要不要吃 很好吃 你敢吃吗 他那个头一个一个被陈列在那上面 你有吃过 我真的完全不敢吃 我觉得太恐怖了 你们甚至有没有看过人家那个 蝙蝠的料理 电视上介绍应该有吧 蝙蝠 蝙蝠拿来跟什么东西一起煮 水果 跟水果一起烹饪 然后有人就会把蝙蝠整个 因为它是整只蝙蝠下去煮 所以连蝙蝠头什么也都在那 然后你要把它吃的时候 你要把它拿起来 抓起来之后 然后蝙蝠的翅膀一撑开 其实蛮大的嘛 大概差不多有一公尺 然后他们就开始可以啃 那个蝙蝠翅膀旁边 那个薄薄那种皮 差不多 有的大的蝙蝠是这样 大型蝙蝠是这样 我不知道 我不敢吃 我也不敢去想 你敢吃吗 我不敢吃也不敢想 太恐怖了 好 第十题 第十题你父母在家吗 是的他们在家 换你了吧 对啊 父母 父母 错 对 什么还father mother 你在骂人啊 Are your parents 怎样 在家 at home B yes 是的他们在家 好 刚刚有人问说 at可不可以不要写省略 可以 因为home这个字是地方 附词可以不用接细词 没问题 来 按到第一面 可以啊 你们先把那个分数打上去 你几分 浓烟 你呢 哦 那你也擦一点点 你呢 黑白上去是可以擦了吗 可以擦了吗 擦掉咯 好 你们现在红包还在被收走啊 你们的红包会被爸妈给拿走哦 你们的红包会被爸妈给拿走哦 你今年没有被拿走 往年都有 蛤 是哦 红包被拿走然后都拿去存到爸妈的户头 还是存到自己的户头 帮你 gäller学费 拿走 帮你缴學费 他要包多少出去对不对 好吧 这就是回礼嘛 互相啊 事实上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包来包去 这个动作有意义吗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只是让你拿得开心而已 好吧 好来 看一下填充第一题 他的答句是说 in front of the house 请你把in front of画线 在房子前面 所以代表问说 Lio在哪里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叫做 where is 因为只有一格 所以请你要填where's 你们都有正确答案了吗 我需不需要把答案再写一遍 不用了 第二题 填入介细词 Let's have dinner together 好 在圣诞节那一天 在 要用哪一个介细词 回答我 on on christmas day 请你把christmas day划线 其实day是可以省略的 直接写on christmas就好了 第三题 bob shout on the bus please 他说bob 请在公车上大叫 合乎常理是说请不要 不要是哪一个字 don't还是not 哇 汤包不在了 不能问他了 所以这题是要 don't还是not 不要 叫don't 第三题请你点 don't 第四题 Tom open the door please 第四题请你点 please 请开门 第五题 I'm a housewife 他说 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后面那个人回答 me too 我也是me too ok好 第六题 来我们找对应句 题目是 what's that in your pencil case 你铅笔盒里面是什么 是什么 你铅笔盒里面是什么东西 好 是橡皮茶 所以请你选 c 为什么不选a 对 没错 因为第一题 他问的是 what is that 问的是单数 所以你必须选单数 第二题 isn't it a marker 他说不是彩色笔吗 来 用 b动词开头 你必须yes no回答 所以只剩b跟猪考虑 b跟猪来考虑 那为什么要选猪 不选b 对 他问的也是单数 所以你只能选猪 第三题 are they in these notes books 他们是cindy的笔记本吗 来 又是要yes no回答 所以剩下的b选项 yes they are 他们是 第四题 guess what is it 猜猜看是什么 猜猜看是什么 所以你要选哪一个 一 is it a watch 因为他要他猜嘛 所以他要说 四肢手表吗 懂吗 因为他要他猜 所以guess这个字是重点 第七题 这是一部老的电影 好 请你把old的old圈起来 母音发音 所以it is an old movie but it's good 但是它却很好看 你们知道有一部老电影 很好看是什么 你们有看过吗 铁达尼号还不错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片 叫第六感生死的烟 第六感生死的烟 这部片名叫ghost 叫ghost 就是 对就是鬼的 那个字 他演的内容 就是有一对夫妻 然后呢 因为那个先生 被他的好朋友给陷害 所以他就被杀死了 那先生呢 这个先生呢 因为他是临时才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 所以他的那个灵魂都还一直活在他太太的四周 可是问题是 这个先生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 让他太太知道说 他就活在他的四周 他就在他身边 所以呢 他就找上了一个黑人 那这个黑人是个灵魅 所以这个灵魅 他就有办法可以传达 他听到这个鬼魂讲的东西 然后传达给他太太 灵魅就是 看得到的人 像有的人感应得到 看得到啊 对 然后他就靠这个黑人 然后传达给他 然后这部片就是 里面有一些经典片段 你们有时候 有时候会不会听到 有一首歌叫 Oh my love My darling I hunger for your touch 有听过这首歌吗 好吧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Oh my love 好啦算了没看过就算了吧 这样都会显得 我好像跟你们年纪 有很大落差 然后老电影那个什么 铁达尼号你们一定知道吧 而且铁达尼号是一部 片长很长的电影 你知道吗 是啊 平常电影顶多两个小时 可是它是一部很长的电影 2012也很长吗 两个多小时 可是也没有比铁达尼号来得长 好第八题 Hey let's get up early 我们在早上早点洗床吧 来在早上接戏持用 in the morning 第九题 Linda 她叫Linda说当个好女孩 所以这句是什么句 起始句在旁边写一下 因为这一句是起始句 所以当个好女孩叫 Be a good girl Be a good girl 起始句 第十题 教室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很安静 来每一个人你可以写 Everyone也可以写 Everybody 你写Everyone Everybody都可以 请问你 每一个人是单数的名词 还是负数的名词呢 他们叫做单数名词哦 可以吗 他们叫做单数名词哦 所以他才会写Everybody is 请你把意思圈起来 因为Everyone或Everybody是单数 十一题 Amy正在公车上和她同学有说有笑 来正在圈起来 所以这一题是现在进行事 所以是Amy说跟笑怎么讲 Talking and laughing with her classmates 在公车上 接系使用 On the bus 十二题 他们是Mr. Liu的学生 来Mr. Liu所有歌怎么写 Mr. Liu是后面加一撇s OK吗 好 十三题 填空 而且要做适当变化哦 你们把这个十三题的一到四句 念一遍好不好 来 第一句 这四个项目叉不是铅笔 开始 第二题 What are those They are those 因为它是负数嘛 对不对 第三题 王家人 王家人有三 三只狗 好 In the one family 把它划线 这叫王家人 那因为三只狗 请你把dog加s哦 注意一下 王家人的写法可以写 The one family 你也可以写 The one's 直接往后面加s 代表很多家人的意思 OK吗 第四题 我有两支 两个铅笔盒在我书包里面 开始 I have to 怎么只有一个人在念 在念一遍开始 I have to pencil boxes in my school bag boxes怎么拼 B-O-X E-S 好 十四题 十四题也是对应 对不对 十四题看一下 我念题目 你念答案 第一题 Is the fox near the flowers? 狐狸在花附近吗? 答句要选哪一个? No It is near the tree 第二题 What's there on the TV? 电视上是什么东西呀? 第二题答案要选什么? 念答案啊 不是念珠 念句子 There are books 第三题 Look there is a zebra over there 看哪 在那边有一只斑马 不要念A Where 第四题 Are there any brushes in the bag? 袋子里面有任何的刷子吗? No there aren't 第五题 Where is my comic book? 我的漫画在哪里? It's under the bed 所以十四题的答案是 C珠AFB 有没有问题 C珠AFB 所以这张考卷没问题吧 第一册总整理 你的句子 如果不OK的话 请你自己要多练习了哦 好 没问题的话 我们把寒假的门讲义拿出来 我把答案给你们 我把这一样的答案给你们 了 我来说 谢谢 这个等级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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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考却没问题 我来说 27页 来27页 练习3 答案是珠C 练习3 是珠C 28页B珠 29页珠C 30页ACC 这是阅策跟珠肉质的练习 我待会念到 题目 你有问题举手 好不好 来27页第一题 第二题 28页第三题 第四题 29页第一 29页第一题一起看 他说 What would Ben like to have Ben想要吃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吧 好 我们看29页倒数第二行 店员是不是在问说 他帮他点餐嘛 对不对 Chimp说 他想要一个汉堡 对不对 接着倒数第二行 Ben他说 Ice cream please 他想要吃冰淇淋 Clerk店员跟他说 Sorry we don't have any ice cream 抱歉我们并没有冰淇淋 所以Ben点的东西叫 Ice cream 所以第一题选猪 可以吗 第二题有吗 30页第一 30页第一题 好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一篇好了 这一篇呢他的标题叫Magic Chocolate 有魔力有魔法的巧克力 第一句 After eating this chocolate 在吃完这个巧克力之后 An ugly boy will look handsome 一个丑的男孩 Ugly叫丑陋的 丑陋的男孩将会看起来 Handsome叫做什么 帅气的 就会变好看的 就是不会放在陈龙燕身上的形容词 好 那他说 An ugly girl will look beautiful 一个丑陋的女孩呢 就会看起来更漂亮 Take our chocolate 3 times a day 这个边的take叫服用 就是吃的意思 你吃我们的巧克力 一天吃几次 3 times叫3次 这边的3 times time叫次数 所以3 times叫3次 一天吃我们的巧克力 吃3次 会肥死 好像没有 往下看 Then you don't need to comb your head 然后呢 你就不用梳你的头发 来这边的com 它是个动词 叫做梳 梳头发的梳 注意一下哦 这个b 它不发音 所以它念做com 它不念做com 你知道吗 你就不用梳头发了 brush your teeth 也不用刷牙 wash your face 也不用洗脸 or eat fruit and vegetables to keep yourself tidy and healthy 或者呢 是吃水果或是蔬菜 能够让你变得怎样 变得很健康 让你自己变得很健康 这边的tidy是整齐 可是对于人而言 人的整齐是怎样 对就是很健康 it's on sale now 它现在正在on sale 旁边写一下叫特价 它现在正在特价 one piece of magic chocolate 一块巧克力 for earn tea fifty dollars 一块巧克力五十块钱 one week for one thousand dollars 他说呢如果你是一个礼拜的分量 就一千块 one month for three thousand and eight hundred dollars 如果是一个月的话就三千八 come get it soon 赶快来买 所以呢你看哦 一块 一片巧克力五十块 那一个礼拜的分量 就等于一天三块嘛 一个礼拜三七二十一 二十一块的话一千块 二十一片巧克力一千块 那接着呢 一个月有四个礼拜 所以84片巧克力三千八百块 可以这样因此类推吗 所以第一题 第一题来 the above is an 来A选项 AD叫advertisement的缩写 这东西叫广告 以上的东西是一个广告 advertisement 它是不是在打magic chocolate的广告 B选项 later叫信件 C选项 envelope是什么东西 envelope envelope叫信封 信封 envelope 朱选项book叫书 第二题 to keep clean and look good you have to pay 什么 a day 为了要让自己 能够看起来很整齐 很干净的 然后呢又看起来很棒的 你必须要怎样 一天要吃三块嘛 一块五十 五十元 现在要三片 所以一百五十元 所以第二题选C是这样 有没有问题 第三题 how many times a day do you have to eat the chocolate 一天要吃几次 来 我们看次数 第一个 once叫一次 第二个字 twice叫两次 第三个字 thrice叫三次 也可以叫three times 知道吗 来thrice旁边写一下 也可以叫three times thrice也等于three times 第四个四次叫four times 这边没问题吧 好 讲到times 补充这个东西给你们 你可以写在旁边加油站的地方 time这个字 有两个意思 它如果当作是时间 譬如说你会问说 现在是几点的 叫what time is it 当作时间 它是uncountable 不可数 可是它如果当作 我们刚刚教你们的次数 它这个时候就可以加s 变得可数 好不好 把time这个字学起来 因为你都不用操 很强啊 很磁的 很好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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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s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之前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啊 你现在是一个老年人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方式 可是你先不考虑体力 以及金钱的问题哦 就这些外在条件都先不考虑 你会选择怎么样的生活方式 怎么样的居住方式 第一个 你会选择跟子孙同住 然后共享天伦之乐 承欢西夏 会选择跟子孙同住 陈奥远你是要跟美女同住 第二个 你选择居住的条件是 你会去养老院住 你有精神病才要去精神病院住啊 好你选择去养老院住 来 你不要想说养老院 一定都是那种什么 生病的人才去养老院 没有哦 你知道 其实现在养老院 渐渐会走向怎样 有的如果越来越精致的话 你只要有钱 你可以去住养老院 而且那养老院等于是什么 让你住别墅 然后你在别墅里面呢 你有自己的房间 而且你还有一些游乐的设施 譬如说 你可以跟你同年龄的人居住 你们可以一起打牌 一起玩布格牌 一起游泳 一起运动 等于一起去度假 住在度假村的意思就对了 一群老人跟你同年纪耶 跟你同年纪耶 接着 第三个 去乡下当独居老人 去乡下独居 第四个 云游四海到处去旅游 可是你居无定所 居无定所啊 你就到处旅游啊 不一定是路边啊 你有钱就可以住旅馆啦 可就是你居无定所 我刚刚说了不用考虑金钱 你会选第一个跟子女 子孙同住的举手 什么放下 去养老院的举手 跟同年龄的人同住 没有 第三个去乡下独居的 你刚刚不是要选 不要 第四个 去旅游 云游四海居无定所 你们两个从头 你咧 你也选第四个 好来 这东西呢 在测试你说 你是不是一个死脑筋 你脑筋灵活度大不大的人 参加看 哪一个脑筋灵活度最大 不是死脑筋的人 选择B养老院的人 选择养老院的人 这种人呢 叫做事实物者为俊杰 这种人咧 他就是遇到事情 遇到突发状况之后 他会马上想说 应该要怎么变通 他的变通灵活度很大 可是呢 这种人要小心 因为他做事情 其实灵活度太大 所以往往会让人觉得说 你没有原则 好 那你选择第一个 跟子孙同住的这种人呢 做事 其实就是按部就班 然后遇到了 突发状况之后呢 因为都按部就班的做啊 所以呢脑筋会比较 不灵活一点 所以一刚开始 你遇到事情 可能会慌乱一阵子 慌乱一阵子过后呢 你才会慢慢找到 其他的节奏来处理 所以这个人呢 选A的人脑筋灵活度 没那么的大 接着选C 住乡下的这种人 住乡下的这个人呢 叫做脑筋灵活度 非常的固执 像陈荣燕这样 我哪有过 就很固执 他遇到什么事情 都一定要用自己的想法来做 而且呢 往往如果遇到碰壁了 或是遇到失败 他发现这样子不行了之后 他才知道说 哦必须要变通了 这种人叫最固执 接着选择第四个 旅游的这种人呢 旅游这种人呢 其实哦 他做事很有原则 做事很有自己的原则 所以有时候 别人跟他讲话 他听不进去 可是如果你愿意 好好跟他沟通 你沟通的东西 让他可以接受 那这种人也可以稍作改变 好 好来 新的讲义拿出来吧 怎样 你又在那边 好来 一起看一下 第一课 第一课的其实单字 文法和课文 我们在寒假的时候 曾经帮你们讲过 可是 因为你们患有一个毛病 叫做 少年失忆症 所以呢 第一课的部分 我会快速帮你们复习过一遍 因为我们段考会考 他独居老人啊 他独居老人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单字 Remember 叫做记得 例句 Remember to take the medicine after lunch 记得在午饭之后 吃药 请你把 take the medicine 划线 把take the medicine 划线 吃药叫take the medicine 请你不要说 吃药 所以叫eat the medicine 不对 把这个学起来 第二个补充给你的东西 是 记得这个字 叫做remember 那忘记呢 忘记叫forget 这两个字后面呢 可以配上to v 也可以配上v ing 意思就有点不一样了 记得要去做to v 代表你这件事情还没有做 所以我叫你要记得去做 所以to v这个v代表这个动作还未做 可是如果remember v ing 叫做记得已经做了 所以v ing代表这个动作已做 可以吗 举例来说 如果啊 你有一天 晚上要睡觉之前 你洗好澡 你马上就走去 把门关上 把窗户都关上 你已经关好门窗了 可是呢 你妈妈那时候想说 哦 睡觉之前她去检查一下 她一看就说 诶 陈农业 为什么你门窗都没关啊 可是你跟你妈妈讲说 我记得我已经关啦 我记得我已经做了这件事了 我记得我已经关窗了 你要怎么讲 叫做 I remember closing the window 还是 I remember to close the window 应该要选哪一个 陈农业这时候应该要怎么回答 我记得我已经关啦 怎么会没有关咧 我没有要你探讨你关窗了没 你觉得是 Remember closing的举手 三个 你觉得是 Remember to close的举手 你觉得是第二个 那位小姐呢 你觉得是一还二 对 你不要跟她选一样 你就对了 这题答案是一 因为 陈农业已经去做了这件事啦 只不过她那一天可能 遇到阿飘了 好吧 所以陈农业记得 我已经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这句话叫做 I remember closing the window 好 那如果现在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陈农业要出门之前 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 陈农业的妈妈交代她一句话说 小燕燕啊 出门要记得带伞哦 要记得带伞是 Remember to bring the umbrella 还是 Remember bringing the umbrella 请你选 你觉得是 Remember to bring的举手 什么放下 全班都答对了 因为陈农业并还没有出门 对不对 她是不是还没出门 她还没出门 所以她带伞这个动作 做了没 还没做 所以叫Remember to bring 可以吗 好 那 to v 跟v ing Remember跟forget的用法是一样的 OK吗 可以哦 所以这个用法是一样 请你把它抄在补充的位置上 好 第二个字 Brush叫名词是刷子 动词是刷 例句 I always brush my teeth twice a day 我一天会刷牙刷两次 补充的地方请你写一下 刷牙这个动词 叫做 Brush加上所有格 然后teeth 注意哦 你刷牙一次不可能只刷一颗吧 所以你的牙齿这边要写teeth 你不要给我写tooth哦 知道吗 你刷牙一次不会只刷一颗啊 所以是brush one's teeth 下一个字 它是由两个字构成的 一个叫any 叫做任何的 thing叫做事情 所以anything叫任何事情 它是个代名词 例句 was there anything special during your winter vacation 你在寒假的时候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吗 有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 没有只有曾经一直打电动 哦 我在寒假的时候我曾经去一个地方 我去小琉球 你知道小琉球那边啊 它们的海边有一个动物 海龟 绿西龟 我第一次看过绿西龟 然后呢 听说是从每年的四月到十月的期间 是绿西龟会上岸产卵的时间 那因为我去的时间是二月嘛 所以没有遇到 可是如果当你可以看到绿西龟上岸产卵 这件事情多么特别啊 你们有去过小琉球吗 没有 有机会真该去 真的去看一看还蛮不错的 去看看海啊 它 你可以从屏东或是高雄搭船出去都可以 不用搭飞机啊 你搭船只要三十分钟左右而已 肌龙也可以吗 这我不知道也许吧 你会晕船 那你游泳过去好了 你会晕船 好来 补充地方请你写一下 除了anything哦 还有什么 譬如说any可以配上one啊body啊 还有some可以配上这三个字 no也可以配上这三个字 every也可以配上这三个字 如果当你看到这样子的组合 你必须把形容词摆在后面 这个东西叫后卫修饰 知道吗 譬如说 一个特别的人 某一个特别的人叫做someone special 可以吗 然后某一个很奇怪的人叫somebody strange 像陈荣燕这样某个奇怪的人 所以呢形容词是摆在后面来修饰他的 好啦那某一个很帅气的人叫someone handsome 可以就让你用吧 过年嘛 这东西叫后卫修饰 接着下一个字mei叫做可能 它是一个助动词哦 mei you 你的来sa see叫做成功 这句话叫助你成功 所以呢mei可以用在祝福的语气或是许可 或者是猜测的语气 补充地方写一下吧 mei叫助动词对不对 所以他后面遇到了动词加v元 因为mei这个字是个助动词 有没有问题 他可以用在猜测祝福或是可能的语气 接着下面一个字 carry叫做搬运或是提或是杯 三态的变化它是规则变化 叫做carry carry carry 去y加ied 它的三态变化是这样 例句 I never carry much money with me 我从来都不会带很多钱在身上 你旁边困买的地方可以写一下 carry 物品 with人 这叫随身携带什么东西 像这一句 他说 我不会随身携带很多钱在身上 不会随身携带很多钱 接着下面 桌或接这个字叫做catch 它的三态变化叫做catch caught caught catch caught caught 这是它的三态变化 例句注意一下 walk slowly or grandma can catch up with you 来请你把or圈起来 or在这边翻译的意思不叫或者 叫做否则 这一题意思叫做走慢一点 否则奶奶跟不上你 他说阿嬷就会跟不上你的脚步 所以catch up with叫追赶上 catch up with画一条线 这个动词片语叫追赶上 它叫做走慢一点否则阿嬷会跟不上 来翻译之前我们把这几个单字念一遍 来记得叫remember 忘记叫forget 刷子或是刷叫brush 任何事情叫anything 可能叫may 搬运题或杯叫carry 三态叫做carried carried carried 桌或街叫catch 三态叫catch caught caught 再一遍catch caught caught 好下一页 talent contest talent叫做天赋或是才艺 contest叫比赛 所以talent contest叫才艺竞赛 例句andy took part in the talent contest and won a prize 请你把took part in划线 这边的took part in叫做参加 它的原型叫做take part in 这叫参加 他说andy参加了一场才艺竞赛 然后呢 他赢得了一个奖项 他就赢得了一个奖项 补充的地方 有某方面的才艺 有某方面的天赋 叫talent for 叫做有什么方面的天赋 譬如人家常说那个谁 周杰伦 周杰伦好像他从小啊 他弹钢琴啊 还有做词作曲 这好像是他音乐的天赋 所以他不需要太多做学习 或多做磨练 他就可以自己做词作 作曲啦 他可以自己做曲 而且钢琴也弹得很好 所以我们就会说 周杰伦有音乐方面的天赋 叫做Jay has a talent for music 懂吗 音乐方面的天赋 下一个字参加叫join 例句 The game looks interesting May I join you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吗 他说这个比赛看起来很有趣 我可以加入吗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所以join后面加上人 等于和谁一起 join后面直接加上人 agu商务 好 下一個字 trick 當名詞叫做把戲 當作動詞叫做欺騙 例句 My classmates trick me into going to school on Sunday 我同學騙我啊 騙我要在禮拜天的時候去學校 你們有被騙過嗎 你們被同學做過這種整人的遊戲 沒有 還好 沒有就好 好 你們常會在 補充的地方寫一下 你們常會在 萬聖節的時候 人家會講一個字叫做 trick or treat 這個叫做不給糖就搗蛋 來 這邊的這個trick呢 叫做惡作句 叫做惡作句 那這邊的treat呢 叫做好好對待 所以你好好對待我 換句話說就是 你給我糖 如果不給 我就會搗蛋 會給你惡作句 所以trick or treat是這樣來的 這叫不給糖就搗蛋 那如果你把它中間加槓槓的話 把這個當作是動詞喔 知道嗎 所以trick or treat是這樣來的 你要好好對待我給我糖吃 不然的話 我就給你惡作句 知道嗎 下一個字 host叫做主持人 你在host旁邊寫一下 他也叫主人 主人 所以主人叫host 客人叫做guest 可以嗎 這就叫guest 例句 she is the most popular host in Taiwan 他是台灣最受歡迎的主持人 最受歡迎 popular叫歡迎的 受歡迎的 下一個字叫paint 他是繪畫 或是彩繪 我們上次有講過paint跟draw的不一樣 對不對 還記不記得 paint代表有上色彩嘛 那draw呢 他只是勾勒出線條而已 還記得齁 例句 the room was painting pink 這間房間被漆成粉紅色的 補充的地方請你寫一下 如果你有時候看到paint 加上物品 再加上顏色 就是把物品漆成什麼顏色 可以嗎 paint物品加上顏色 譬如說paint the wall black 把牆壁塗黑 你們有沒有曾經想過 設計自己房間 把自己房間四面牆壁全部塗黑 我覺得還蠻酷的 可是沒有這種勇氣 可以這麼做 我也不知道 還沒想到吧 好 那接著paint這方面呢 你還可以 你可能會常看到一個字 有一個標語 這個標語他會寫說 wet paint wet叫做濕的 paint叫做塗料 塗料還濕濕的 代表是什麼 四個字 對 油漆味乾 wet paint 下一個字 count 叫數或是計算 例句 they are counting the stamps they collected 他們正在算呢 在數呢 他們收集來的郵票 所以最後一個字 collect的叫收集 好 他們正在算 他們收集來的郵票 補充的地方 請你寫一下 如果我把count變成形容詞 叫做countable 它的相反詞叫uncountable 你知道它中文意思叫什麼嗎 對 countable叫可數的 uncountable叫不可數的 ok嗎 所以有時候我會在名詞後面寫一個c 就是countable 寫一個u就是uncountable 最後一個單字 最後一個單字 hold叫握著 或是拿著 它的動詞三態叫hold held held 例句 she held a knife in her hand 她在手裡面握著一把刀 and she looked angry 然后呢 她看起來很生氣 what happened to her 她發生了什麼事 她要砍人了吧 你有沒有覺得最近新闻 常常在播一些什麼 誰誰誰 譬如說什麼情殺 她女朋友要跟她分手 她不跟她分 然後就拿刀子砍她 不然就是什麼兒子跟爸爸要錢 然後 譬如說那個兒子可能有吸毒或賭博 然後爸爸不肯給 老父親不肯給 然後兒子就弒父有沒有 就殺爸爸 你有沒有覺得看到很多這種新聞 好恐怖喔 好來補充的地方請你寫一下 跟hold有關的有個片語叫做hold on hold on如果呢 在電話用語裡面叫做等一下 也就是電話不要掛斷 可是如果平常呢 平常呢我們的hold on 叫做堅持 或持續 堅持保持或持續 可以叫hold on 可以嗎 認識一下這個字 來我們把這幾個單字捏一捏 然後我讓你們休息一下 第一個才藝競賽叫talent contest 參加叫join 把戲或欺騙叫trick 主持人或主人叫host 繪畫叫paint 數計算叫count 可數的叫countable 不可數的叫uncountable 或者叫hold 他的三態變化是hold held held 好休息一下吧 好看一下can的用法 我們一起填一下這個 第一個can它是注動詞 這個請你填一下 can為注動詞 用來表示什麼 兩件事情 能力 譬如說我會做某事 這是代表能力 或者是許可的情況 否定句可以用哪兩個字表示 你可以用can't這個縮寫 或是can not 那can not可以寫在一起 也可以分開寫兩個字 可以嗎 來我們看一下立體一 立體一他說 EAN會彈鋼琴 EAN會 會要填哪一個字 好 代表說EAN的能力嘛對不對 所以會要填哪一個字 你們醒了沒 會要填哪一個字 can 請你把can填上來 這代表EAN的能力 他會彈鋼琴 那注意哦 彈鋼琴是play the piano 不要忘記這個了 演奏樂器要play了 可以嗎 否定句 就把Nuts放進來就好了 否定句換你們念 來開始 EAN cannot play the piano 又等於 cannot把它合併 或者是可以把cannot變成cant 變EAN can't 可以嗎 好那一問句 問說EAN會彈鋼琴嗎 怎麼問開始 Can EAN play the piano 請你把can這個主動詞圈起來 肯定檢答叫做yes he can 否定檢答No he can't 或者是你可以寫cannot OK嗎 他不會 原文句 原文句把他會的動作給化現了 所以問他說會做什麼事情 怎麼寫 What can 你不要用he 原文句要用EAN 所以問說EAN會做什麼事情 叫做 What can EAN do 好這邊注意 檢答時要用什麼 減答 減答時要用縮寫沒錯 減答的時候是No he can't 要用縮寫 可以嗎 接著例題二 例題二他們會開車 開車你用一個字就好 drive就好 好 They can drive They can drive Fold in 把not放進來 換你們唸開始 They cannot drive Can not兩個寫法 接著疑問句問說他們會開車嗎 叫做 Can they drive 請你把can 疑問詞圈起來 接著肯定檢答叫是 Yes they Yes they什麼 Can 否定檢答呢 No they can't 原文句問說他們會做什麼事 叫 What can they do What can they do 沒問題吧 好 接著 這兩題選擇題 給你們30秒 謝謝 給你們30秒 很快 我 跟你30秒 我 與你 這件事 有 感谢观看 来 第一题 第一题他问说呢 Ted会说法文 而且法文说得很好吗 这边的French是法文 Ted可以把法文说得很好吗 答句说Yes he can 这题的答案是 Can Ted 请问你为什么不选A 没错 所以注意的地方 否定问句的时候 否定问句的时候要用 Can't 否定问句的时候 否定疑问句要用Can't C选项 因为人家题目给你是用Can问 所以你要用Can答 所以C用Dos错 朱用Ease也错 所以这两个都不用看 对不对 第二题 Peter can 他会弹钢琴叫 Play the piano But his sister can't 所以这题答案是 也是B 注意的地方是Can 要加圆形动词 对不对 Can要加圆形动词 接着呢 简答的时候 简答也要用Can 来回答 题目用Can问 所以答句也要用Can来回答 所以答句也要用Can回答 你这边写一下 答句 也要用Can 也要用Can回答 懂吗 而且这一题呢 因为是But 所以代表前面会 后面不会 有问题 没问题 我们放到第四面 好 电话用语 从暑假到寒假 然后到现在开学的时候 讲到烂调 对不对 那这边的例题里面呢 我念中文 你们念英文 好不好 我念中文 你们念英文 来 电话用语部分 打电话去的人 我们先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打电话去的人会怎么讲 例题一 请问Kelly在吗 来开始 好来 请你吧 speak to 话先 接着 打电话去的人 因为你找不到那个人 他说 我可以留言吗 怎么讲 开始 好来 May I leave a message 请你把live 捲起来 动词要用live 例题三 他说 喂 我是Sam Mary在吗 来开始 好 我是Sam 不能用I am Sam 电话用语要用this is 把this is 捲起来 下一句 他说这是28926298吗 开始 Is this 28926298 可以吧 接着 接电话的人 接电话的人会讲的话 例题一 我就是Kelly 怎么讲 this is Kelly speaking 等于 this is she speaking 又等于 speaking 好 如果接电话的 不是本人 他说请稍后 怎么讲 hold on please 或是 please hold on 请你把hold on 捲起来 这是电话里面 不要挂 先不要挂 等一下 好 接着例题三 对不起 你打错了 开始 Sorry You have the wrong number 又等于 Sorry You dialed the wrong number 来 请你把dial 捲起来 dial这个字 它是个动词 叫做 拨打电话的 那个拨打 dial 知道吗 或是你有的 这个号码 是错误的 叫You have the wrong number 都可以 例题四 对不起 Mary不在 开始 Sorry Mary is not home 或是 Mary is not here 都可以 所以电话用语 哦 还有例题五 好 例题五 你要留言吗 我是接电话的人啊 我要帮你留言 怎么讲 叫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好 那我要替你留言的 替你留言叫做 May I take a message for you 好 我替你留言的 替 Take 例题七 请问你是哪一位 叫做 Who is calling Please 是谁打来的啊 请问 请问谁打来的 懂吗 好 留言这个 看到两句话 第一个叫做 Leave a message 第二个叫做 Take a message 前面要填上 接电话或打电话的人 请问是接电话的人 要leave a message 还是打电话的人 要leave a message 打电话 所以接电话的人呢 接电话的人因为要记录留言嘛 所以接电话叫 Take a message 这可以 这我们也讲到烂调了 请问是接电话的人 ID 接著重點是要跟你們介紹一個新的東西 它叫做來去動詞或是往返動詞 那所謂的往返動詞就是come跟go come叫來,go叫去 就是往返,來來去去的意思 好,它有一個特點 請你填一下 come即go為 你寫一下 它是動詞沒錯 可是我們叫它做來去 或者有人也會說往返動詞 來去或是往返動詞 可以用現在進行是 來表示未來式 所以我們常會講 來去動詞以現境表未來 以現境表未來 來吧,我們看一下立體一 它就要來了 請問你,它來了沒? 還沒來 所以代表是未來的事情還沒發生 可是呢,我可以用現在進行是 來表示未來的事情 所以現在進行是 是B動詞加VING 所以叫is coming 有沒有問題 第二,我就要去購物中心了 我去了沒? 還沒 那我也可以用現在進行是 來表示未來式 因為那個去我可以用go 所以叫I'm going to the shopping mall 可以嗎? 第三個 後天Tom將要前往美國 來,後天的事情發生了沒? 還沒 可是我一樣 他的前往這個字 我也可以把它當成來去動詞 所以叫做 Tom is living for America the day after tomorrow the day after tomorrow叫後天 所以你看這邊 is living for 一樣,現在進行是 來,living for 它叫做前往的意思 空白的地方你寫一下 跟你介紹一下live這個字 live的中文意思叫離開 live的中文意思叫前往 請問你 live離開 離開是離開出發地還是離開目的地 譬如我說我現在要離開家要去學校 好,我的出發的地點是家 我要到學校去 home叫出發地 school叫目的地 那我現在說live 我現在是要離開出發地還是離開目的地 好,所以live後面加出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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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的動作是離開家去學校 所以是前往學校 所以live後面要加目的地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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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live跟live for的用法 好,接著 最後一個,最後一個補充 除了come跟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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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來去動詞 我們國中 還會學到來去動詞 第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live 第二個 第二個叫arrive arrive叫抵達 你可以先把它學起來 所以我們常用的大概就這幾個 come go live arrive 它就叫來去動詞 可以用現在進行式代表未來還沒發生的事情 可以嗎? 現在時間翻譯四題 把它寫一寫吧 會不會 uges 會不會 會不會 拉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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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good at 感谢观看 可以吗 然后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然后呢 在山上 然后呢 C是 直觉吗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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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他活在過去喔 而是他回味過去 然後呢 他會把這些事情 不管好的壞的都記得 可是他就是把他回味著而已 他並不會完全把他融入 甚至影響到他自己 選擇C的人 就是你們大部分選的人 過去一直深深影響著你 而且甚至你還有走不出的困擾 你們有嗎 看開一點吧 我選A欸 我都會把雲畫最高欸 你們以前畫畫 你們不會這樣畫嗎 我都會把雲然後藍色的 然後藍色天空整個塗水彩有沒有 然後雲朵畫在上面 然後山再畫在下面 然後山的下面有小河 是喔 可是你不覺得空空的嗎 所以你不覺得我畫A畫得最好嗎 我剩下B跟C都畫得不好 不是故意的 是我真的不會畫 好來 練習1答案給你們 第一題開始是BBC 4跟5是A珠 接著第6題 CA珠 BBC 好我們把這篇講一講我們再下課好了 因為這講過了 所以我不會花太多時間 來第一題 Amy is calling Patty 請你把意思圈起來 因為意思是B動詞 所以後面call必須要加VING 她正打電話給 Patty Amy電話裡面講說 Hello may I speak to Patty 來電話用語 我可不可以跟Pattie講個話 請問Pattie在家嗎 Speak to Pattie Pattie她媽媽 Mrs. Lin接著說 Who's calling please 請問你是哪位 接著電話用語 說我是Amy 要用 This is Amy 所以選B 不能說I am 因為電話用語 接著Mrs.Lin說 Sure hold on 好的請稍後 接著Pattie接電話 Hi Amy 她先跟她打聲招呼對不對 她問她說 怎麼啦 什麼事 什麼事叫 What's up 什麼事叫 What's up 請你不要用house up 沒有這個用法 接著Amy說 There is an animal talent contest at New Park 她說在新公園 有一個動物的才藝比賽 什麼地方 有什麼東西 請你用There is 把她選起來 然後她說 Let's 我們去參加吧 Let's join it 請問你 Let's後面要加 怎麼樣的動詞 V元 所以第四題 要選join的原因 是因為Let's加V元 Pattie說 OK But can Rocky Do any tricks 來 會不會耍把戲的耍 請你用Do這個動作 Do any tricks 會不會任何的把戲 你們看過狗最炫的把戲是什麼 真的有這件事嗎 電影才有吧 王牌天神裡面啊 那個男主角他變成天神之後 他不是叫他們家的貓咪去上廁所 貓咪還狗 是狗 狗上完廁所還會把那個 上廁所前還會把蓋子掀起來 上完廁所 然後他還跟他說 嗯嗯 家裡有女生你要怎麼做 他還叫他把蓋子放下 記不記得 王牌天神 對那個太扯了 那太扯了 好 所以第五題 耍把戲會做任何把戲 叫Do any tricks 可以嗎 那我問你喔 這題為什麼要用度圓形 因為哪一個字 因為哪一個字 Can 不要忘了Can Can後面加V圓 然後因為題目用Can問 所以他用Can回答對不對 所以他叫Yes he can 是的他會 He can jump rope 他會跳繩 How about Kitty 那Kitty咧 Kitty會什麼 請你把How about畫起來 他問說那Kitty如何呢 接著他說 She can catch a ball 他會接球 然後他說太棒了 Let's go Great Let's go 沒問題吧 接著 At New Park 在新公園的時候 host 這個主持人他說 What can your dog do 你的狗會做什麼事 請你把疑問詞What 圈起來 會做什麼事叫What 然後因為題目用Can問你 所以第六題 你也要用Can回答囉 所以第六題的答案是 See He can jump rope Look 他說你看 他會跳繩 注意喔 跳繩這個字 你就用跳跟繩子 把它結合起來就好了 把它學起來喔 然後主持人說 Wow His grace 牠好棒喔 How about your cat 那你的貓呢 然後他說 Miss Patty Lynn Pattie Lynn小姐 注意一下 把這個畫線 先生小姐加上名跟姓 這是我們第一側 剛開始學的東西 不要忘記 稱謂加上名加姓 可以嗎 注意一下這個排列喔 接著Pattie她說 Kitty can catch a ball 牠會接球 主持人說 Really 真的嗎 Here 然後呢 第七個他說 Catch the ball 所以第七題 他說接住這顆球 這句是什麼句 起始句 所以接住這顆球 用Catch原型動詞 因為第七題 這句是起始句 他說接球 Catch the ball OK嗎 接著再往下 兩分鐘之後 兩分鐘之後 主持人說 Well Kitty isn't doing anything 他說 這個Well就是有點語氣轉換 他說 Kitty什麼事都不會做 他說什麼事都不會做 She can't catch a ball 她不會接球 Pattie說 Kitty can't catch a basketball Kitty不會接的是棒球 但是他會接網球 來 前後相反的語句 要用哪一個字 但是 But 所以第八題 五選珠 因為前後相反 來 相反的地方是什麼 前面說Can't 後面說Can't OK嗎 這篇簡單吧 好 現在還有幾分鐘 請你把練習二的四題 寫一寫 我跟你對答案 我們下禮拜檢討 回家功課 第八頁 一直到第十頁 把這些選擇題完成 八到十頁完成 猜完還是寫完 夠了 三分之二 好 來 三分之二 一 三分之二 十一 八分之二 一 十一 九分之二 感谢观看 来吧,这四题的答案是 猪CBB 下个礼拜帮你们检讨 回家功课,回家要记得写哦 好了,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儿